今天來玩一個東西 就是說 這個讓這一個 ZCAM E1 用這台ZCAM E1 然後我現在接的是14、12這個鏡頭 然後我利用它的無線連接 它現在已經無線連接了 哇 接起來 應該這樣子看 這樣看清楚 這樣比較清楚 這個是ZCAM 然後呢我用 iPad 用它的 無線連接 用它的那個 真正的ZCAM的APP 做一個無線連接 無線連接之後呢 把這個 攝影機這樣好 把它轉向自己好了 OK 轉向自己好 這樣子的話好那 那 現在大家看不到我的畫面 看不到這個 ZCAM在拍我的畫面 那我現在 用這個iPad 已經連接了 已經連接了 ZCAM的畫面 然後我用現在來用那個 本身RUN的分享畫面 它可以分享 iPad的畫面 iPad或iPhone的畫面 好 選共享 好的 好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我用那個 我用那個 ZCAM-E1 應該是說 用iPad用無線連接 ZCAM-E1 然後呢 再利用 RUN的 用RUN的那個 共享 然後來實現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有沒有聲音呢 不曉得 這個是這樣 可以實現一個 遠端 無線的 麥克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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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腳架上面 那我現在你看 可以這樣子來 你看我是這樣一個 無線 一個無線 就這樣一個聲音 一台相機 變成一個無線的room的 鏡頭 這樣是不是很有趣 這樣是懂我的意思嗎 不知道快起來 效果如何